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两盆茉莉花 我会发现的这一盆呢 长了非常多的花苞 开花非常的旺盛 然后这一盆的话呢 我会发现它的枝叶呢 非常的少 而且呢 我们会发现它开花开的很少 就只有这一个枝条上长了一点花苞 其他的都没有花苞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有一种枝太多了 然后导致它开花特别少 是什么枝条太多导致它开花特别少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芒枝太多 我们会发现了 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枝呢 全部都是长这个对叶 但是它不长花苞 那么这些枝的话 它就是芒枝 那么这种枝条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剪 怎么剪呢 我们大概剪去它这个芒枝的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就说它有六对叶片 我们就剪大概三对叶片左右的一个枝条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有五对叶片 我们就剪两对或者是三对都可以 这样子给它进行修剪 然后这一边的话也是 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修剪 我们会发现这一条枝条的话只有几个花苞 而且呢 它长得非常的高 那么植物它是有顶端优势 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影响你底部的这个枝条的新枝 新芽和花苞的生长 所以呢 像这种枝的话 我们最好也是给它修剪掉 剪的时候和这些枝条大概处于一个相同的这个水平位置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就修剪好了 修剪之后呢 它就会从底部的这个叶叶处再长出这个新枝出来 后面它这个新枝的话呢 就会再长花苞开花 这个时候 我们修剪完之后 一定要及时的补肥来促进生长了 因为夏季就是它的生长旺季 我们这个时候用肥的话呢 可以用这种树酵肥 这种树酵复合肥呢 肥酵特别的快 蛋领甲也比较丰富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微量元素 使用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过量 过量容易烧根 我们可以先把它表面的这个盆土啊 给它先产松一点 然后呢 再给它用上这个树酵复合肥 用好之后呢 把这个土啊 给它埋回去 这样它的肥效发挥会更快 那么 这样子你的这个茉莉花呢 它很快就能够长出更多这个新枝新叶来 等到它新枝新叶长得旺盛了之后 等到它开始要进行花芽分化的时候 我们再来给它补充磷甲肥 这手补免磷甲肥用的最多的就是磷双青甲了 磷双青甲可以有效的提高它花芽分化的数量和质量 这样你的茉莉花呢 才能够开花开的非常的多 然后 大家看 就像我这一盆一样 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花苞 所以呢 茉莉花不开花 或者开花开的少 就这种这条就一定要 必须剪 好了 今天就我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